近日Tustin Hyundai举办了一场现代汽车首款大规模生产的Tucson Fuel Cell的车主交车的仪式 在仪式当中Tustin Hyundai的负责人John Patterson以及现代汽车的高层管理人员 一同将车钥匙交与了Tucson Fuel Cell的首位顾客Timothy Bush 北美现代汽车的首席执行官Dave Zuchowski表示 以氢气作为燃料的Fuel Cell汽车代表着下一代零排放的先进汽车的科技 他们也很高兴现代汽车能够成为这一方面的领军者 经过测试之后在燃料效益以及燃料补给还有速度上 Tucson Fuel Cell都不输给传统的汽油汽车 顾客们能够很轻松的适应驾驶这一款新车 而对于顾客们关于氢气燃料补给费用的担忧 北美现代汽车的首席执行官Dave Zuchowski则表示 为了顾客提供便利一直也是现代汽车所努力提倡的 而为了打消顾客的这一个疑虑 现代汽车也决定为前期的Tucson Fuel Cell的车主是免去这一项费用 另外Tucson Fuel Cell的车主还可以享受 现代汽车顶级豪华车款Equist车主所享有的免费代客的维修服务 也就是说当Tucson Fuel Cell需要任何服务时 现代汽车的经销商将会上门取车 并且于维修服务结束之后再作为归还 在维修的期间还会提供H&E的车款 供Tucson车主可以暂时借开以保障顾客的日常出行 现代汽车对此项代客维修的服务将不会收取任何的费用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现代汽车Tucson Fuel Cell的相关讯息 请您上网站h&eusa.com slash Tucson Fuel Cell 而随着氢气燃料补给站的快速发展 Tucson Fuel Cell将会很快的与很多地区赏识